中国人前往中国的签证申请也除持续激增当中 如今中国政府就给大马人民带来了一项好消息 就像《光华日报》的方面刚刚所提到的 但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站所发布的最新通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华人员的往来 从12月1日开始至2024年的11月30日 大马市普通护照的人员 你更知道中国风伤女优独播 你是过境不超的 你就可以眼睛不尽 用来刷断食材也不透明 而且它是一群人员的中国签证的大马公尼 这些签证申请 这些签证申请 当局也将会重点的签证申请 但那些不符合免质的签证申请 竟然是要不在地区里面的一些 暂时签证申请 当局都从护照到中国去学习 工作 访问 并居财务 以及其他暗规律下 暂时签证申请 都对于中国政府 三位大马人民的这份礼物 那大马政府是不是也会逆上往来呢 如果钓证申请 倒掌 Hob re 这么起来 每时 我想 我们 10 9 在目的中央7.5分前 的手上 在眼前的手上 連續刃 在他手上 並不說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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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